我第一次輸入一定是Ctrl向下 向下的話就是1048576 如果這個數字的話 那表示他現在是第一筆 反之的話就取得他的列號 那我利用這樣方式來改一下層次 那這樣就有個好處就是 避免等到時候使用者不小心把Z1裡面的值刪掉 那層次有BUG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利用什麼 宣告也是一個變數這個A 它是什麼呢 在rangeA1點 這個應該前面有用過 我們在A1的地方去偵測 你就點一下打一個1 AND 刮弧哪個方向呢 Dumb 空白鍵 取得什麼呢 點Raw 有沒有 空白鍵 這樣就可以偵測到在A1按Ctrl向下 他會取得的是哪一列 那如果說呢 假如說呢 A它等於什麼呢 我剛剛的那個最大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僅限於 2007以後的版本 如果呢 你現在是2003的話 會取得是 多少 65536 特別注意 所以你要 這個有點麻煩 那你是不是要判斷一下 是03還是072的版本 那這是傷腦筋的 所以你這個大概自己要知道一下 這個數字 OK 那這樣 或者甚至 理論上應該大於 或者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 它大於 等於6536 那應該兩個就相通了 那因為一般如果不要超過6萬多比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出問題 可是超過了又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 當然看有沒有辦法偵測 到底它的版本是哪一個版本 那應該可以偵測負檔名 XL S X的話 如果負檔名是四個字 那就是零